這就是人類的閃電 然後他說 Ladies and Gentlemen 讓我們談談別的吧 這樣你們的嗅覺就不會受到干擾 因為你們可能已經注意到了 他的臉和他的手已經開始腐爛了 歡迎來到世秋頻道 我們今天來講一個 在攝影1.0版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藝術家的 很奇特的故事 這個作家叫做 Hibbert Baillard 事實上 在很多攝影師家的研究裡面 當年在1839年前後 發明攝影的除了大家熟知的 Louis Jagger Monte-Dagaille 應該基本上是公定的發明攝影的人 但事實上 英國人不會承認 是Dagaille發明攝影術 因為英國有這個塔伯特 這個發明攝影術 Henry Fox Talbot 英國人發明的攝影術 是先拍底片再得到照片 就是由附到陣的系統 那麼Dagaille攝影術 是直接在金屬板上 得到一張正像 那事實上 這叫Dagaille攝影術 事實上還有另外兩個法國人 一個法國人就是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Hibbert Baillard 他是在紙張上面 直接得到正像的 一個攝影術的發明人 那我們今天的焦點 放在Hibbert Baillard 事實上Hibbert Baillard 他發明這個攝影術 他是法國的政府 就是財政部的一個職員 那他平常非常喜歡研究 各式各樣的技術 所以他是比這個 大概有人還稍微早幾年就 發明了他的聲稱的攝影術 那麼但是他卻沒有得到 攝影發明家 或者是發明攝影術的這樣的稱號 而這個 Baillard 當年他知道 知道這個政商關係良好的 大概好像在運作一件事情 那他也知道運作的對象 就是當時的法國的科學界的 比較高的領導人 這個叫做阿哈哥 這個我們在前面的YT裡面 都有介紹過了 Hibbert Baillard可能是因為 對個性的關係 竟然被阿哈哥給說服了 而這個在阿哈哥哥要把 大概爾攝影術 被國家收買這件事情推出的時候 竟然Hibbert Baillard是沉默的 是沒有張揚 這個也使得Hibbert Baillard覺得 他自己受到非常不公平的待遇 事實上 事實上 Baillard在大概爾攝影術發明被公布之前 其實 Baillard已經開過展覽 展示過他的攝影術 所拍的39張照片 在法國的伊朗裡面 1839年 這個大概爾攝影術得到國家的購買 然後得到養老金之後的第二年 1840年 這個 Baillard就用他的技術 拍了一張作品 那這個作品當然是 他是要借這個作品來表達他的冤屈 所以這張作品好久不巧 在他的拍攝或構想底下 他竟然變成了世界第一張自拍照 同時他也是世界第一張擺拍的照片 同時他也是世界第一張上半身裸體的照片 我們英文叫做Semi-Nude 就是這個裸體的照片 或者我們也可以說 他是世界第一張政治抗議的照片 所以這四個世界第一應該不是 是把利亞在創作這件作品的時候 所能夠想像得到的 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這張作品 那事實上 如果喜歡美術史的人 對美術史的有所研究的人 應該會知道 這件作品 他其實是挪移了或挪用了 這個法國非常有名的藝術家 叫做Jack Louis David 就是在台灣通聲叫大衛的三連座 這個大衛的三連座是在1793年 他針對那個時候的 法國大革命的烈士 在法國大革命中間死掉的 三位這個烈士 一個是叫做Michel Lepretier 另外一個是大家比較熟悉的馬拉 再另外一個是巴拉 這個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這三件作品 都是這個大衛在他的繪畫裡面 所表現的法國大革命的烈士 在1840年這個 Hibbert Bayard的這件作品 看的人都會好奇 可能大家會比較快的看到 他的頭的明暗的程度 和身體的明暗程度差異很大 那如果你看到身體 從他的胸口往他的肚臟看到的話 你又會看到他的雙手 和他的頭的明暗程度是一樣的 就是發黑 只有他的身體是發白 那這是一個這張照片 我相信大家在看的時候 都會注意到的一個奇特的地方 那另外一個地方應該就是 為什麼他的身邊後面的牆上 會有一個很大的一頂的草帽在上面 那至於這個草帽這個疑問呢 可能我們看Lepretier的作品 就應該會知道結果 就是馬拉的這個Lepretier的之死 就是他的死亡 之死的這個作品 後面的牆上 就有一把劍掛在牆上 這相信應該就是這個 Hibbert Bayard所希望的那樣的構圖 因為他是挪用了大衛的繪畫作品的後面的結構 為了要抗議 抗議他受到阿哈哥的欺騙 因為阿哈哥告訴他說以後會怎麼樣 但事實上沒有怎麼樣 但是阿哈哥得到一個結果就是 當阿哈哥很風光的介紹 他要把攝影術用國家的錢買下來 然後還送給全世界當禮物 這樣的過程當中 Hibbert Bayard是保持沉默的 所以這件作品 現在是被收藏在 法國攝影學會的收藏庫裡面 事實上法國攝影學會也是 Hibbert Bayard是一個創始人 那在他這件作品下面 Hibbert Bayard用他的手寫筆跡 所以他寫下了這一段話 那我來這個念給大家聽 他說你在這裡看到的屍體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他的頭和手要發黑 是巴雅爾先生的 他是剛才向你們展示的攝影術的發明者 就是他發明的在紙張上面 能夠得到正向的這個技術 那事實上是比這個大概兒的攝影術 其實是比較更先進的 或者說你們很快就會看到 這個過程的奇妙的結果 這是他寫的 然後他說 據我所知 這位富有創造力和不屈不饒的實驗者 已經為完善他的發明 他的攝影術的發明 而忙碌了大約三年的時間 這個我們也可以知道 他從開始到結束 得到結果是花了三年的時間 他說這個科學院 還有國王和所有看過他的照片 就是死亡的這個人的照片的人 都像你一樣 在這個時候會很欣賞他的作品 儘管他自己認為他的技術還不完美 但是這給他帶來了很多榮譽 那麼但是卻得不到半毛錢 因為錢都給大概兒 所以他說政府對大概兒先生的支持 也就是每年給大概六千塊髮廊的養老金 這樣的支持超過了必要的限度 他宣佈自己無法為巴雅爾先生做任何事情 這是阿哈哥對他的背叛 而這個不幸的人 就是亦普雷巴雅爾這個人 他不幸的人在絕望中投了水 投了水就是他的照片的名稱 叫做做為自拍照的投了水的人 一般來講就是叫做淹死的人 所以淹死的人這個自拍照 他說人類的善變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 藝術家、科學家和新聞界都對他感興趣 但是現在他已經在停屍間裡面躺了好幾天了 沒有人能夠認出他 也沒有人能夠認領他 這就是人類的善變 然後他說 Ladies and gentlemen 讓我們談談別的吧 這樣你們的嗅覺就不會受到干擾 因為你們可能已經注意到了 他的臉和他的手已經開始腐爛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自拍照 他故意在化妝的時候 讓自己的臉變黑 讓雙手也變黑 透過這個畫面來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從水裡面撈起來的淹死的人 這個淹死是什麼呢 就是被不公益的對待淹死的 也就是阿哈哥欺騙他 說以後會對他有什麼抱場 但是請你安靜 當我們在發表這個大概的攝影書的時候 請你安靜 而這樣的不公讓他投水自盡 所以這件作品基本上就是 Hippo Le Bayard的自拍照 那事實上 我們剛剛在講到 攝影師家也在談到這件事情 就是這個英國的攝影的發明者 這個塔伯特 還有法國的最有名的 大概爾攝影術 事實上他們自己在發明攝影術之後 並沒有持續的在用他的攝影術在拍照 雖然塔伯特有比較多一點 但是這所有的發明者 最終畢生都在從事攝影工作的 只有Hippo Le Bayard 而Hippo Le Bayard 對他自己的家裡的庭院 還有對攝影這件事情 也都充滿了這個愛 而常常在他的家裡面的庭院裡面 他做他的自拍照 所以他應該也是拍自拍照 比較多的攝影家 他畢生都在做攝影的創作 那也因此他可以說是 法國最重要的一個專業攝影師 他甚至於在晚年 他還已經拍了一個自己的照片重複曝光 讓自己的身體疊在一起的自拍照 所以Hippo Le Bayard 其實是一個值得我們尊敬的人 他對攝影的愛好 對攝影的執著 一輩子都沉浸在攝影的表現上面 這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Hippo Le Bayard先生 他的攝影的一生 歡迎各位按讚、分享、訂閱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謝謝各位